詞曲 李宗盛 這次在美學館的一個多元音樂發展的計畫 我們關山生活美學協會 我們提報了兩項的一個計畫內容 有一項計畫就是我們邀請了 包括我們東大音樂系的師生 來到我們關山 讓我們縱古地區一些學習音樂的民眾 還有學生一起來參加 我們希望把一個音樂系的課程濃縮 然後調整成為適合我們這些 我們縱古地區學習音樂的人 或者是對音樂有興趣的人 他可以在這個兩天的課程裡面 去對他不管是音樂的啟蒙也好 或者是在他音樂的學習道路上 能對他有一些精進或者是幫助的部分 我們希望藉由這兩天的研習課程來講 是一個開始 因為他的時間其實來講不算長 我們希望是做一個開端 然後如果有機會的情形下 是不是能夠繼續延續 或許將來可以把這個課程的時間拉長 然後再排入更多 適合我們音樂愛好者 或者是想要對音樂有更進一步認識 了解的人 能夠藉由這個研習 算是一個下令研習的一個機會 能夠對自己更有幫助 其實我們這個蝦米樂團 也是文化部在一百年三年的一個 春樂文化發展計畫裡面 然後我們當初的發想就是讓我們 壯古地區這些學習音樂的孩子 他可能平常自己有去學習 像琵琶啦、二胡啦 然後這個 Keyboard啦、吉他 各種樂器 包括連小朋友的陶底 我們希望讓這些小朋友 把他們集合起來 然後成立一個樂團 然後這些當初的發想 只是讓這些孩子 喜歡音樂的孩子能夠集合起來 可是因為 在這個 團練的過程中 其實家長 他把孩子送來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這個事情來打發 所以這些家長 索性最後也在指導老師的建議之下 我們這些 媽媽跟爸爸們 也變成是我們樂團的這個 算是主唱 奉獻他們歌唱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這個音樂 這個樂團的組成 他不只是讓學習音樂的這些孩子 他們彼此找到一個共同的喜好 也讓所謂的很多的這些家庭 能夠集合起來 其實我覺得是 讓我們在藝術文化 甚至音樂這個部分 可以有很多的點線面去擴生出去 我們在鄉下 其實我們這個地區已經算是鄉下了 所謂的在 其實在音樂學習的部分上 就有一點跟市區比較起來 包括在這個學習樂器上面的選擇 跟師資的部分 真的對我們來講非常的欠缺 所以我們這次利用這個多元音樂推廣計畫 這一個的機會 所以我們也把指導老師 他們每個月 平均每個月要下來 從嘉義來到我們這個關山這邊 然後為了就是把這個樂團 包括我們的團員有可能會進進出出 因為有些學生可能要到外地去求學 或者是他們可能會有新的一些成員加入 所以其實我們需要一些老師 能夠針對樂團現有的一些樂器 包括人員的部分 再做一些精進或者是提升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個計畫能夠延續下去的話 對我們在天鄉推動音樂來講 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助力 好 行嗎? 真的嗎? 好 音量很大 好 OK 好 好 來 1 2 3 按 1 1 2 3 1 2 1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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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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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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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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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